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启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我们先来解决一下 上节课我们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导致我们的代码没有出现预期结果的原因在于什么 我们看C5这里 原因肯定在于你的这个A 它去做这个比较运算的时候没有被认为相等 所以说A不等于1,也不等于2,也不等于3 最终它会执行到这样一个最后的L准备来 但是问题是我们这里用print语句打印的时候 A又确实是我们输入的这样一个词 比如说我们输入的是你打印出来的也是1 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 问题在于你从终端里面输入的这个1 你认为你输入的是数字1 但是A的这个变量 它接收到的是一个字符串 你拿一个字符串和一个数字做比较 肯定得到的结果是force 好,不相信的话 我们可以用type 把这个A打印出来看一下 然后此时我们再次运行这个c5文件 然后我们输入一个1 然后我们再放大一下 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把这个界面放大 它不是调整字体 它要放大整个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打印出的class str 说明我们的这个A接收到的是一个字符串 并不是我们的数字的整形 好 我们来换用 那么我们首先来尝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这些代码都可以说试掉 好,那么接收到的是字符串对不对 我们把它转换成整形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我们转换一下 A等于 用int把它转一下 好,那么此时转换之后 这个A就可以和我们这个数字做比较了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这个文件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输入一个3 成功打印出了Bunana 这里我就不再放大了 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尝试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再输入一个1 好,打印出了iPhone 程序的逻辑是正确的 好,那么大家有没有想到 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了我们程序无法得出正确的结果 好,那么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还是在input的函数 接收参数的时候 它都会把参数认为是字符串 你可能认为你输的是数字123 但是计算机并不知道 你输的是这样的一个数字类型 它只能从你的档度字符串来处理 好,那么这个小事例非常的简单 但是从这个简单的事例里面 我们可以折射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很多的动态女人 她们的变量是没有一个具体的类型的 这个还是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这个cshop和java c++ 她们的变量都有一个具体的类型 好,那么对于动态型的女人 非常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这种问题是非常的不好 这个问题并不在于你代码写错了 而是在于什么呢 而是在于你的错代码没有给出一个错误提示 导致你认为你的代码是正确的 那么我刚刚的这句话大家一定要理解 我强调的不是说代码写错了 每个人都有可能写出错误的代码 但是问题在于没有报错了 这个是重点 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样一些动态语言的时候 一定要对这样的一些问题要格外的留心 动态语言自然有它的好处 但是从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折射 或者说能够看出动态语言的一些缺点 目前来说的话 所有的语言都有它的优点 但是同时都存在它的缺点 鱼语熊掌不可兼责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不可能说是 你又要动态语言的这样的一个优点 同时又不想要它的缺点 目前来说 没有 好,那么这节课剩下的时间 我们用一个具体的示例 来看一下如何写出好的和优敏的代码 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c7.py 好,我们现在定义两个边量 a等1,b等0 好,那么1和0只是我举例的两个具体的数字 实际上来说 a和b的取值是不固定的 那么我现在要求你们写代码实现 从ab两个数值里面选取其中的一个数值 好,那么在判断之前 我们先给ab一个限定条件 就是 a和b b不可能同时为fals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 好,那么我现在要求你们通过写代码 来返回ab两个变量里面 其中为真的一个变量 好,那么这个判断 我们很容易就想到 它们肯定是可以通过使用if-else 这种语法来解决了 那么if-else的写法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下去写一下 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下 有没有更简单的写法 有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al用上符 alb 就可以返回其中一个为真的 这样的一个变量 好,很明显 这样的一个alb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是不需要用if-else来解决 毕竟if-else 它结构能更加复杂一些 所以说你要写出这样一个简洁优雅的代码 基本功这个是必备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语法 你一定要牢牢的掌握 很多同学没有想到用这个alb的原因在于什么 在于很多同学 他会经常去使用这样一个out的运算符 但是我们通常大部分的惯性的或者是说定次的思维都是把out的运算符 反回结果 仅仅是当作一个布尔类型处理 并没有考虑到alb 实际上来说的话 它是可以反回这个左右两个变量的具体的数值的 好,那么我们就拿这个小小的一个示例来给大家开阔一下这样一个思路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